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政论天下 我是张天亮 今天是2020年3月3号 中间隔了两天没做节目 现在这个形势确实发展很快 几乎每天都有很重要的新闻出来 两天没做也欠了不少作业 但是因为咱们这个频道它并不是一个新闻频道 我们只是想把一些 非常值得注意的新闻串起来 加以详细的分析 3月1号的时候看到网易有一个视频 当时看的时候我是捏着鼻子一直看到底 那个视频不长一共才2分20秒 但是几乎每一秒都在 摧残你的神经 这个视频的名字大概就叫疫情过后中国将成为最大的赢家 或者是中国或将成为最大赢家 你看它这个题目就超级自信 一上来就是说 在这次挑战中中共展示出了让举世震惊的全国动员的能力 比如说一个礼拜建一个战事医院 医生令下几千万人物资就可以 运到前线哪 多少多少人可以冲到前线去 抵抗疫情等等 第一吹是全国动员能力 第二吹就是中国的运输能力和物资调拨的能力 中共 通过高铁、飞机 运输物资 叫做史诗型的战略物资转移可能大概有这么一个意思 史诗型 我当时看这个我觉得 他这个后边讲的很恶心了 他后面就说中共 这么调动物资引起让某些国家 他没有说是哪国 画的地图 看起来好像是美国和加拿大那个地图的形状 说让某些国家对中国充满了敬畏 后面说由此而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反正他这个话说的都 而且那个人配音也挺搞怪的 如果你要是神经足够强大的话你可以看一看那视频 但是你一定要吃饭之前看 吃饭之后可能就吐了看完 第三部分就讲中国的金融方面 中国在这次 疫情的时候中共立刻采取的非常恰当的金融手段 通过量化宽松 然后向市场注入资金 注入的结果就是中国的股市在往上涨 画那曲线往上涨还挺快 其他别的国家股市都往下跌 由于中共成功的控制了疫情 别的国家疫情爆发了嘛中共把疫情控制住了 所以使得中国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安全的地方 因为其他别的国家市场上不确定性很高嘛 由于瘟疫的影响 中国现在没问题了 也没有瘟疫了被中共控制住了 所以呢由于中共的金融上不确定性减少 使得外资大量的拥入中国让中国成为 国际资金避险的一个避风港 我也不知道它那个数据是哪来了反正就吹嘛 然后最后就是说 整个疫情展现出了中共的一些什么样的能力吧 反正最后就是说疫情过后 中共会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赢家 后边还用了一些排比句什么道德经第58章说什么 然后又说什么 中共怎么样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变不利为有利等等 反正那个2分20秒跟大家大概就 这么重复一下 真是你感觉好像是那个新秀派的弟子夸丁春秋也没这么卖力的那种感觉 你看他把自己夸成这样啊一朵花一样 那你应该是放开舆论是吧 让全国人民一起放声歌唱共产党 但是呢就在他3月1号出这个视频的同时 通过了号称史上最严厉的互联网管理的法规 他叫什么网络信息 内容生态控制大概是这么一个法规 反正你大家一搜就搜到了 这里边就规定了很多的东西 其实我想说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它这个里边对于这种 就是信息的控制啊 对这种信息严厉的这种控制和规定呢 其实并不是以前没有 以前的话其实中共一直在执行类似的这种 这种规定 但是呢只不过是 它有了这么一个所谓的行政法规之后给 中共的那种网络上的镇压 提供的一种 法律上的依据 或者批上了一层法律的外议 这里边我要讲的 就是说 实际上一个 法规本身你要是仔细读它那个条文的话 应该说90% 95%的条文内容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关键的问题是在于中共对于条文的解释跟你是不一样的 这里边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 第一例子比如说 中共讲说要 鼓励那些 能够 在国际上 扩大中国文化影响的 那些信息 那我一看的话我想到什么 我首先想到神韵艺术团是吧 这是在海外的一个有一群 热爱中国文化的一些华人的艺术家组成了这样的一个艺术团 然后通过歌曲和舞蹈的形式向全世界推广 现在神韵艺术团有7个艺术团 在全球各地巡回演出 一年的观众群超过100万人 而且因为你看它那个票价 比如说你要看纽约它都是在世界上一些特别 顶级的剧场 像美国像纽约就是它的林肯 艺术中心里边它专门有一个歌剧院 David Koch 在肯尼迪是肯尼迪的Opera House 就是在这样一些世界顶级的艺术殿堂里面展现中国的文化 到那个地方去的人 咱们中国人一般来说看演出 我当时在国内的时候看演出 比如说看一场话剧100块钱什么之类的买一张票 还觉得挺贵的 到美国的话你会看到在美国你要买一张票 就是一场正规的高档艺术秀 通常来说大概在100到150美元之间一张票价 它当然这个秀有不同的形式 有一种是Opera Opera是最贵的 可能200、300 甚至可能是1000块钱一张票 它的那个包厢或者是 非常好的那个位置 稍微差一级就是Broadway秀 白老会的那种演出 白老会的musical 歌舞演出 它大概是在平均票价在100块钱以上 所以你想 神韵艺术团一年100万的现场观众 这样的一个价位 票价你就会知道来的都是一种什么样的人 在海外如果你真的去看神韵演出 来的很多都是那种 美国主流社会 90%、95%都是美国主流社会的人 甚至可以说是美国上流社会的人 像议员、像银行家呀 大的企业家、电影明星、艺术家等等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有一些的采访就像什么副总理这一级别的人物 包括美国参议员、众议员 给神韵发褒奖 有一些国会议员 到亲身去看演出带着全家去看演出 我当时在DC的时候 有一次演出是那个Tom Lantos 他是美国国会的一个民主党自身的众议员 他去世了 去世之后他的太太一直心情很不好 他太太的那个 他的女婿是当时好像是美国驻瑞典的大使 如果没记错的话 他的女儿当时也是在竞选国会议员 美国联邦国会议员 Tom Lantos的夫人就带着他们全家人 当时在DC好像演了一个礼拜 他连着来看了4天 他来看4天他并不是说那个 他当然一方面自己没看够 另外一方面他每次来他都带不同的人 他没看够 又介绍其他别的朋友来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说我看到了一个 传说中的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 因为马可波罗 意大利人嘛 他把中国描述成为一个非常繁荣富庶 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 一个梦幻般的国度 他说我在神韵的演出中就看到了这样的景象 所以说实际上 如果你要从中共的互联网法规里面说 弘扬中国文化的这种信息的话 那我想肯定是神韵 现在没有别的比神韵更在国际社会上有这种影响了 比中共的大外宣厉害多了 但是这恰恰是中共要镇压的对象 也就是说中共它所谓的弘扬中国文化 实际上弘扬的是共产党的文化 贾大空啊 那些拔骨啊 派领导的马屁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 网易上的那个2分20秒的恶心的视频一样 实际上它指的是那种东西 同样一句话你看到的和共产党解释的是不一样的 再比如说它说 对于要打击那些制造谣言、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的人 我一想的话是说的是共产党 什么疫情没有人传人啊 什么疫情可防可控 这是不是在制造谣言、传播谣 而且你后果很严重嘛 造成整个武汉都封城了湖北都封省了 那么多的人几乎是处在一种人道灾难之中在武汉 那你这不是在扰乱社会的社会秩序吗 然后你把 很多人都没法上班了 你现在复工也很困难 这不是在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吗 所以我一看这条说的就是共产党了 但共产党显然它指的 所谓的制造谣言它指的是在传播真相 我就说很多法律法规 它的规定本身并不是问题 对这个法律法规本身的解释才是问题 当然这个法规有很多地方有问题了 一般来说一个法律 它主要是 要惩罚那些 犯了错误或者是犯了罪的人 所以说法律它规定的是你不能做什么 法律它不能规定说你能做什么 因为 你能做什么的话是不需要法律规定的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 但中共它列了一长串 国家鼓励什么是鼓励什么什么东西 这种其实都是 都是非常违反这种 基本的法治原则和立法精神 当中共 发布了这样的一些史上最严厉的所谓的 互联网的管理法规之后 它的目的也就是要消灭不同的声音 把这些不同的声音消灭完了之后 中共就该讲它自己那个版本的故事 或者说它自己那个版本的谎言 这个谎言我们说太多了实在是 其中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就是在2月26号 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日子 因为在这一天 中共终于等到了一个舆论上的拐点 为什么呢因为从这一天开始 国外新增的确诊人数 就是这个新冠病毒的确诊人数呢 就已经超过了中国国内的确诊人数 这感觉好像中共已经把疫情控制住了 其他别的地方疫情正芳心慰爱 但是呢我们要讲 我们都知道 中共它的数据是非常不可信的 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韩国 大家知道韩国这个疫情爆发是怎么爆发 大概在2月21号前后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人数的暴增 如果要回溯那个传染源头的话 那件事情发生在2月16号 2月16号的时候韩国有一个 我们说它是宗教组织也好 有人说它是邪教的一个教派 叫做新天地教会 这个新天地教会在韩国的大邱市 的一个办公楼的 九层 举行了一个集体的祷告活动 当时参加 祷告活动的人数是460人 大家记住这个数据 2月16号的时候460人 在一块祷告 到2月21号的时候基本上五天以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候 韩国的疫情就爆发了 而且大邱市是它的一个 重灾区 那么现在韩国感染的人数有多少呢 韩国现在感染的人数大概是4000多人 所以就是2月16号到现在大概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对吧 那两个礼拜的时间 一开始是460人聚集在一块祷告 最后导致现在4000人感染 我们再看武汉的情况 武汉在1月19号的时候我们都知道百步亭有一个万家宴 当时 参加万家宴的人 是4万个家庭 这是楚天都市报自己报的 4万个家庭 你对比当时韩国这460人这100倍不止 而且因为一个家庭不是一个人去 两个人三个人可能是两三百倍的样子 那你韩国现在4000人 如果你要乘以两三百倍的话 那你现在你觉得武汉应该多少人 那应该在80万到100万的样子 如果按照那种速度传播的话 那是80万到100万人感染 现在中共 确认的武汉的感染人数还不到5万人 所以你想 你拿韩国一个新闻公开的一个地方的数据 来对比一下中国的情况就知道中共一定是在撒谎 我就感觉武汉的人数可能50万不止奔100万去那种感觉 这就说明中共所说的 疫情的拐点根本就没有到 如果你要到的话那武汉现在就不会 管理得这么严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伊朗 伊朗其实它也在控制疫情 伊朗控制疫情的话 现在伊朗几乎是全世界 除了中国以外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地方 它死了77个人 当然其他别的国家死的人没那么多 伊朗它是2000多人感染然后死了77个人 那么伊朗其实这个瘟疫的爆发跟中共当时的那种 思路是特别像的 伊朗当时瘟疫爆发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我们知道伊朗它是一个宗教国家 在1979年宗教革命之后 就建立了一个原教旨的伊斯兰国家 它的最高领袖就是哈梅内伊 宗教领袖霍梅尼 是吧 然后呢 伊朗当时在 因为它为了管制这个国家建立一个像神权 至上政教合一这么一个国家 它有一个 暴力机构就是伊朗革命 革命卫队 所有的信息全都掌握在伊朗革命卫队的手里边 而伊朗革命卫队它不允许任何一个对政权有危害的信息 或者威胁到伊朗宗教领袖那种 像神一样的那种地位的这种事传播出去 所以呢它跟中共一样它有意义的去隐瞒坏消息 所以这是伊朗跟中共特别像的地方 为了顾及当局的面子 第一个特别像的地方 第二个特别像的地方就是 出于经济上的考虑 我们知道美国制裁伊朗 这个手段相当的严厉 那么现在其实伊朗最大的金主 贸易往来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 而且伊朗的一带一路上所以很多很多的项目 它都是跟中国人合作的 中国人大量的派到伊朗去 他觉得如果要是公布瘟疫的话 就不得不公布瘟疫的来源 说中国发生什么事了 这样它就不得不 跟中国之间切断联系 这个对它经济上的伤害是非常巨大的 伊朗承受不了 所以你会看到伊朗它隐瞒疫情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是当局的面子 第二个担心经济问题 跟中共是不是非常像 所以伊朗现在的疫情就 由于这两个同样跟中共同样的原因 现在这种疫情的爆发 我们看到就是已经有 我至少看到三张照片 伊朗人在 大街上和在购物中心里面突然间走着走着倒地死亡 所以这个跟武汉当时出现的情况也是特别像 所以我们从 中共的这种宣传 我们看到它的 撒谎成性 它的数据非常的不真实 我们是拿韩国跟伊朗做两个比较 大概就会知道现在中国的情况 肯定是非常的严重的 其实这些数据 一般的人 你稍微有一点尝试动一动脑子的话 你都不可能相信 比如说上海有一个华山医院 感染科的主任叫张文宏 前两天突然间变得特别红 因为他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说让党员到第一线上去 让党员先上之类的 他变得特别红 张文宏前两天他就质疑中共 他应该是3月1号的时候就质疑中共的 这个数据不准确 他说 很简单比如说上海 2月28号、2月29号 两天都是零增长 没有新发现的病人 他说怎么可能 上海现在已经开始在复工了 我开车的时候 从延安路的高架桥下去已经开始堵车下不去了 感觉各界都在复工社会的经济在恢复 上海复工 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人1500万到2000万人 所以 这么多的人进入上海怎么可能会没有新的病例输入到上海 如果我们要是发现了1例、2例、3例的话 那是我们觉得应该很欣慰的 就是我们能够发现 但是是零增长他就不相信 他说这不可能 所以呢 所谓的中共营造的所谓疫情的拐点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到 特别是因为现在复工潮 随着复工潮的这种兴起 那么我觉得 大规模的急剧性的感染还是很有可能爆发 就是疫情的话它是有可能再次爆发的 就在这样的一个严峻的情况下中共开始吹嘘自己 3月1号的时候 3月1号下架了之前前两天不是出了一本书吗 叫大国抗疫 那个疫的话是疫情的疫 把习近平狠狠地吹了一顿 反正那些话真的是吹得很恶心 说习近平什么大国领袖 的为民情怀 什么使命感 我记不得了 反正是吹他嘛 说他有着这种 高瞻眼瞩 用的是不是高瞻眼瞩 就是指的是他有这种战略眼光 指挥的怎么怎么得当 展现出卓越的领导力等等就是把习近平给狠狠地夸了一顿 当然他可能自己都觉得夸得过分了 他为什么当时出这本书 其实我觉得就是因为 按中共看来的话 舆论的拐点已经到了 就是中共已经控制住了这个疫情 外面还没有控制住 然后他想说展示出了中共这种 抗疫方面体制性的 优势 其实我要说 首先这个疫情全球蔓延的话就是中共的体制造成的 是一场体制性的灾难而不是体制性的优势 如果他一开始能够 公开这个信息的话 今天绝不会去波及全球 可能在武汉一地就控制住了 也不用封城 所以他首先是一场体制性的灾难而不是体制性的优势 其次我想说如果你要说这是体制性优势的话 那中共的优势不如北韩 中共现在死了多少人公布出来几千人 在新冠肺炎中死亡 北韩死亡多少人 北韩是零人 为什么北韩死亡零人很简单 因为只要北韩有人发现得了这个病 或者疑似这个病的话马上就被金正恩就给强决了 这个人死于强决 这个人不是死于新冠肺炎 所以北韩死于新冠肺炎的人数一定为零 那不是说显得北韩比 控制中共控制新冠肺炎更有效吗 你不能这样讲 是因为 你得知道你不光要看你是怎么控制住这个 瘟疫的 你还得看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你付出的代价是把整个一个武汉城的人 封在里面 让上千万人 几乎是处在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 今天我看到一个消息武汉有一个 有一对老夫妻 家里面没吃的了已经 两人饿了受不了 手挽着手从楼上跳下来自杀 摔死了 很可怕 你是以 大批的这种人的死 这样的死亡 自生自灭作为代价 你才能够控制住这个疫情 而一开始这个灾难它就是你造成的 所以我就说中共真的是非常的无耻 已经刷新闻人类的下限了 那么当然中共在控制舆论的过程中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方法 就是控制新闻 那么它 控制新闻的一个办法呢 除了在 互联网上去删掉那些对它不利的信息之外 还有一块它觉得不好控制的就是外国 新闻记者 所以中共现在在想办法把这个新闻记者从中国赶出去 今天刚刚看到自由亚洲的一个报道说中共把12个 外国新闻记者的 签证 期限给缩短了 包括比如说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 英国的每日电讯报 它一共罗列了 好多的媒体的记者 通常来说一个记者在中国工作的话它的签证期限是一年 中共现在把签证期限缩短为半年 而其中有两个记者中共只给了他们一个月 意思就是你赶快走 控制不了你 不让你报道中国的疫情的话你一定要报道的话那干脆你就走 离开中国 所以在驱逐外国记者的本身就说明中共想 在国际上来掩盖它的一些问题 美国的回应 美国做了两点回应蛮有意思的一个是川普 川普转发了Tom Cotton的一个推文 Tom Cotton是美国的参议员 他一直在质疑说中国的病毒是 武汉的P4实验室泄露出来的 然后他在推文中公开指责中共一直 到现在还在对全世界撒谎 就在瘟疫的问题上 然后川普把他这个推文转贴到自己的 推特账号上 川普的推特账号上 Follow人将近5000万 我也是他的一个Follower 推一个推文 那至少是几万到十几万的点赞数 有的时候是二十几万的点赞 所以这个等于是川普非常认同Tom Cotton的说法 中共到现在还在撒谎 第二个就是美国的国务院 美国的国务卿蓬佩奥这人我觉得真的很了不起 这人毕业于西点军校 超级聪明的一个人 这人很nice 看起来是一个特别温和的一个人 他就说 国务院下令 把五家由中共政府直接控制的五家所谓的媒体 就是共产党的喉舌 我们之前曾经做过一集节目专门谈到过 新华社 人民日报 还有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还有中共 中央电视台国际部 就是叫CGTN 还有一个就是给China Daily 这五个机构 这五个机构在美国现在有160名记者 中共前段时间不是驱逐了两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吗 当时川普就说 他们在考虑驱逐中共的记者 那么国务院现在颁布了一个命令 说这五家 中共的喉舌在美国的记者人数不能够超过100人 现在是160个人 所以等于60个人 他们的签证到期之后没有办法延签证 就形同于驱逐出境 这个有人就质疑说你这个是不是违反新闻自由的问题 但是美国现在它通过法令规定是把这五家媒体视为外交使团 既然是外交使团那就必须要有人数限制 所以美国它做这个事 都在它的法律框架之内进行 外交使团有人数限制 而外交使团通常来说是一个对等原则 你往我这派多少人我往你那派多少人 你设置什么样的机构 比如说大使 多少个参赞 多少个秘书 包括多少个武官等等 你有你的这种人员配置 那通常来说跟我的人员配置应该是差不多 但现在中美之间这种互相派记者 严重的不对等 美国往中国派的记者75个人 中共往美国派的记者 就是这个 其实自由亚洲一个报道是3000多人 还有一个媒体的话说是425个人 不管怎么样就是美国派到中国的记者远远小于中共 派到美国来的人 所以基于这样一种对等原则的话 美国有权利说你把一些记者给我撤回去 所以 也就是说中共在 封杀这个舆论的过程中 我首先说它的 如果你要是认为中共这种体制具有优势的话 它不如北韩 不如北韩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 中共在封杀这个互联网上的信息 然后在驱逐外国记者的过程中 其实美国也在 跟中共 较劲 或者说是在跟中共较量 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个新新闻 这个新闻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谈它了 就是有一个 北京青年报登的一条消息 就是有一个案例吧 中共有一个所谓的肺移植的一个专家 他就是说这个治疗武汉的肺炎有一个 好办法 什么办法就给人换肺 然后他说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降低武汉肺炎的死亡率 你一听这个你就觉得这人简直就是一个魔鬼一样 为什么呢 因为 你把这个人的肺给换你换的是谁的肺 被换的那个人供体他肯定死了 你怎么能把那个人杀了之后提高了这个人存活的这种 概率呢 这个逻辑就是一个魔鬼的逻辑 关于这方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疑点 中国活摘器官是有很多细思极恐的黑幕 这个问题我们将来有机会再说吧 好了那么今天我们就说到这 如果您要是对我们这个内容感兴趣的话 欢迎您订阅和传播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